哈囉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示範的關卡是 天降的騷亂暗 兄妹的分歧 就是暗希臘的這個是 昇華4 這次沒講錯了 每次都講潛人解放 昇華4 這個部分來講 第一回合我們就是 先不攻擊 為什麼不攻擊 因為我剛剛已經GG一次了 所以我知道下一關是要打什麼鬼 所以我在這一關先做一個綠珠的動作 因為下一關是8COMBO盾 大魚等於8COMBO 我們就是一樣 就是跟第二關打法一樣 先把那個 手疊的部分先做出來 看一下喔 刷過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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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非常妙的是 我的珠子排得不是很好喔 非常妙的是 這個水珠應該在這個位置才得 然後現在由於我的珠子沒辦法消 所以我就想辦法先把這個新珠消掉 有按住 有按住 按住就可以做攻擊 因為在下一關 你在下一關笑的話 回合數比較不好掌控 所以說回合數還是蠻長的 可是 是你不能掌控的回合數 那這邊的話我可以掌控 就是現在我還有8回合可以用 嗯 我試一下 剛剛跌的是 轟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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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先這樣沒關係 好 確認一下我的牌組是沒問題的 1 2 3 這邊是要一顆水珠齁 這邊啊 這邊要一顆水珠 不對啊 水珠在這裡才對 剛好像弄錯了 好 這樣應該沒問題 拉過來 轉過去 好 這個要拉上來 哇 轉錯 好 這個 守護 不過天將嘛 還是把我們救回來 這個比較難搞 這個是 剛剛這次一關GG是因為 疊音技也打不太死他 防禦率超高的 我能說什麼 好 打完之後剛剛好就沒血了 我們就GG了 基本上是這樣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 讓檯面上的這個 按住多一點 所以不急著消 不急著消 我們現在消了無所謂 因為我主要是要把 噢 暗珠做多 然後疊音技 重點是疊音技啦 所以可以的話把你的 不是暗鼠珠全部都把它消一下好了 然後讓它新珠多一點 好 右邊這樣交錯開來的話 比較有一點機會 但是 基本上最好是全檯面 我還是建議全檯面會比較好 好 破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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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知不覺就打破 剛才怎麼打都打不破 好 Combo速的問題啊 好 基本上 1到4的話 技巧大概影片當中 都有跟大家這個分享 好 主要是第4階段 第4階段它要破防 比較難一點點 如果不是很care的話 也是可以吃石頭啦 好 不過 如果 一顆石頭可以打很多次 我是建議大家多試幾次啊 基本上沒有很難嘛 就是 畢竟吸掉就吃一點運氣嘛 以上這個 昇華1到4階段的一個 影片分享給大家參考 謝謝大家 掰掰